购买翻新房的三个误区 大家好 我是一飞 最近几个月一飞都处于停更的状态 朋友私信来问我 咋的一飞 是不是市场不好 你打算转行呢 一飞对这些朋友的关心深表感谢 其实一飞最近几个月 在赶工装修一个房子 准备近期就上市出售 虽然目前价格比我预期的少了一些 但是能在这种萧条的市场 用14天的时间就成功把这套房子卖出去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少我自己已经是很满意了 一飞将用几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翻新房的话题 将这段时间的心理路程 用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展现出来 一飞这里也欢迎大家各书几件 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您的翻新经历 老话说 买涨不买跌 的确 很多朋友在市场上升期买了房子 经过简单的装修 然后就能多卖个十几二十万 可是这里一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的翻新房赚到的钱 究竟是因为您翻新了房子赚的钱 还是因为市场是属于上升期您赚的钱 如果您不装修 赚的钱会不会比现在少了多少呢 要知道房地产市场赚钱的规律 天时大于地利 大于户型 大于装修 天时地利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是属于运气成分 而户型和装修是人为能控制的 属于您的个人能力范畴 这里有人就会说了 那地利这部分不也是我选的房子吗 那也算是个人能力的反应啊 一非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您刚买了一个房子 马上这里就要接通地铁 或者有一个大型的超市 就要在附近开工了 这种的地利因素 肯定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钱中书老先生的《围城》里曾经说过 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 误认为是自己的写作才能 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 是不是也把我们自己的运气 误认为是自己的才能了 您如果有时间仔细分析一下 您投资赚钱的房子 究竟是因为市场红利 给房子带来的增值 还是对房子的改造和装修 让我们赚的钱 很不幸啊 我们大部分翻新房子赚到的钱 都是因为市场的红利 其实并不是因为 您对住宅的理解市场的需求 而进行的装修改造吸引了客人购买 现在在看这期视频的朋友 如果您想把翻新房当做是自己的职业 那就不能仅凭房地产市场上升而赚钱 伊飞给大家讲一个伊飞卖房的案例 38号Masterson Drive 这个房子与2022年1月18号交接 当时的购买价格是64万 通过前后照片的对比 您不能看出 再次出售的时候 就是简单刷了个漆 还有伊飞团队进行了staging 还有就是照片排的还可以 2022年3月11号重新上市 4月11号交接 最终的售价是90.5万 这个房子根本谈不上对户型的改造 更谈不上对居住房型的重新设计 就是重新刷了个油漆就上市了 三个月的时间赚了26.5万 很多朋友把这种翻新房子赚钱的理念 当做是自己的本身 而忽略了整体市场带给房子的价值 这本身就是对翻新住宅的一种误解 咱们再来看看现在的市场行情下 又有多少翻新房是砸在手里的 有多少人觉得自己空有一身装修的本领 盲目高估了自己对市场的认知 一旦市场陷入低迷 翻新之后却少人问津 也用一句最近很火的李佳琪的话 想想咱们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 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努力呢 有都是找找自己的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了公司找没账 有没有认真工作 以依非的理解来看 如果你想长久做翻新房这个行业 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涨幅来赚钱 要增加自己的认知 熟悉各个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不能只在一个城市谋求发展 咱们只是在瀑布地区就有12个城市 而不同城市的市场也是不同的 当Sent Catherine的房地产市场 在疯狂下降的时候 Nagrand Lake的农场就还在抢offer 如果您是刚入行的新手 要尽量节省额外的开销 其中之一就是每个月还款的费用 很多刚入行的朋友在这里有一个误区 就是愿意加大杠杆来购买翻新房 记住 您这里不是购买的投资房 而是购买的翻新房 翻新房讲的是turnover的速度 您的杠杆加的越大 隐藏的成本就会越高 当您熟练了之后 一年翻新个两三套房子都是有可能的 而您的杠杆加的越大 装修过程中的利息成本就会越高 出售的时候还会有相应的巨额发金 有的朋友会说了 我就做一年的贷款 咱们算好日子 也算好装修的日子 到时候出售不就行了吗 因为这里就要说了 装修工程一旦开工 这个时间就不由您来控制了 装修的时候 您如何能保证装修的进度正常进行呢 就算您能控制装修的时间 一旦房子上市 您能控制得了市场吗 您能控制得了房子什么时候卖出去吗 减少贷款 甚至不贷款 减少利息 减少罚金 减少您一切不必要的开销 咱们翻新房说白了就赚个辛苦钱 可是贷款产生的利息开销 每个月都是几千块 您耽误了一个月 几千块钱就没了 罚金的开销更是大几千甚至上万 这每一分钱都会是您的成本 做翻新房一定要跟投资房的理念区分开 投资房只要能有正现金流 加杠杆咱们都不怕 可是翻新房跟投资房是相反的 您的贷款越少 您的负担就越小 您的成本就越小 看到这里估计有的朋友会说了 那我加大杠杆多买几套房 然后把多出来的钱用来装修 这样能同时赚几个房子的钱 这样不香吗 我劝您千万不要这么做 除非您是非常有经验的装修老鸟 不然装修一套房子 足够让您脱一层皮 尤其是咱们新手朋友 当您的组织能力和手中的装修人脉 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一旦一套房子出现了问题 就会牵一发耳动全身 万一出现资金链断裂 您觉得这样值吗 咱们小心使得万年船 这句话从来都没有说错过 物须三 翻新房能否赚钱 完全取决于市场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又会说了 目前这种市场 没有房子能赚到钱 伊菲就再给您看一个案例 60号Marjorie Road 这个房子处于Vailland这个城市 在瀑布地区也不算是热门城市 Vailland这个城市最热门的地区 是靠近Negra College学院附近 这个房子也不是Vailland的热门地区 基本上是属于石山不靠的地段 也不是老牌的住宅区 比Downtown稍微强一点吧 房子的状态就更是一言难尽了 说有多么便宜 咱们也真谈不上 这里状态不错的房子 在伊菲购买这个物业的时候 平均价是30到35万 2020年1月10号 伊菲将这个房子挂牌出售 当时的标价是24万9 也就是减掉了装修的成本而已 当时的疫情正在加拿大迅速蔓延 新闻里每天都有疫情的坏消息传出来 在2月3号 这个房子上市了一个月之后 成功出售了 交接日期定于3月16号 就在offer firm了两天之后 加拿大政府宣布 3月18号 加拿大开始封城 随后令我们崩溃的事就来了 本来应该3月16号交接的买家 可能担心疫情会给之后的房地产 带来巨大的影响 选择毁约不买了 定金也不要了 而卖家这个时候又面临着另一个房子 需要这笔钱来交接的困境 现在的买家如果不交接60号Mardy这个房子 那么卖家也要面临他的另外一个卖家的起诉 这就是一个连环的官司 当时我根据周围卖出的房子 对这个房子做了一个风险评估 如果是我自己购买 我就是双方经济 从佣金上来讲 已经是整体房价的4%到5%了 如果我卖这个房子 还能节省一半的佣金 如果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些装修 就算最后的价格比目前的市场价低5% 那我就相当于不赔不赚 同时也能解决了卖家的人为之急 实在不行 就当以后多了一套出租房而已 结果我也没有压价 就以买家当时购买的价格 买回来了这个房子 当时买回来的时候 房子的状态是这样的 后来经过半年的装修 通过了政府的一些必要的检查 总装修的成本 大概2万多一些不到3万 我们10月19号重新上市 当时正是疫情最疯狂的阶段 所有的银行都不敢放贷 而且连看房的人都非常非常少 更别说抢offer的 我们标价32.9万 中途接过两个offer 最后都没有购买成功 ML上显示的两次取消 都是因为之前受到了conditional offer 最终因为买家不能贷款 而不能购买 咱们只好取消之后重新上架 终于在12月22号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 成功出售 最终的售价是32万 而且这次的买家 也是我自己的客人 又是双方经济 这个房子全部算下来 再加上交接的律师费用 买到这个价格不到22块 装修咱们找的都是专业人士做的 大概花了3万左右 一共的成本咱们就算25万吧 因为当时没有跟银行贷款 所以每个月也没有贷款压力 更没有银行罚金这一块成本 咱们最终卖出了32万的价格 9个月的时间赚了7万块钱 回报率28% 咱也算是比较理想了吧 之前还有朋友跟我说 哎呀伊飞呀 你这个房子如果能多留两年 就是赶在2022年忘记的时候 可能会卖到50万以上哦 谢谢你啊 明天发生的事 咱们谁也不知道 我从小就没有赌博的运气 就连那个再来一瓶都没中过 我哪敢赌明天呢 赌运气的事我是很少干的 凭借的是能力 通过市场的判断 估算出来最坏的打算 评估自己能不能接受 这个最坏的打算 如果连最坏的打算都能接受 那就放手去做 虽然9个月赚了7万块钱 跟上面讲的 三个月赚了26.5万 差了好多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市场 我也算是非常满意了 最重要的是 通过这次翻新房产 让我对翻新房 有了新一定的认识 也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就是如果我能在 疫情事宜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购买的时候 通过翻新房能赚到钱 那么在任何市场做翻新 那咱们都不用担心赚不到钱 总结 您如果选择把翻新房 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就不要去想着 每一个房子都要赚个二三十万 正常翻新一个房子 能赚五到十万 就已经非常理想了 想一想 如果您一年翻个两三套房子 那么收入是不是已经就非常可观了 如果您手里资金有限 那就更要慎重 尽量增加本金 减少不必要的固定开销 有时候你选择冷门 但价格便宜的地区 往往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利润 翻新房什么时候都能赚到钱 主要是看您的眼光 和对房子的理解 咱们在之后的几期视频 一飞还会继续跟您聊聊 如何选择翻新房 还有翻新房该如何装修 如果您对翻新房这个话题感兴趣 一定不要错过 我是一飞 一个您身边的地产经济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房产信息 请跟我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